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共场所 落实防疫规范 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注重个人卫生 勤洗双手 这是我的防疫九宫格 你的呢 台湾让阿里 标股特快车 标股特快车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特快车 今天指数盘中大涨200多点 虽然收盘稍微收盔一点点 涨190几点 我的看法一样没有改变 不是昨天跌一下 大家都开始黑肩 没人买股票 先跑一趟 别人不敢买 我带你大买 要买什么 要买真正会大喷的 我已经讲过了啦 你就是要买真的会标的 什么叫真的会标的 我每天有没有告诉你 其实你都已经知道 台面上的主角是什么 第一就是第一架 第二就是什么 电动车相关的嘛 但是不是跟你讲说 帽子打开 看到的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都不会标 那到底什么样才真正会标 我有没有讲 不要说去一杯啦 不要说去七星啦 我讲最近的就好 请问有没有标 那你说到时候都喷出了 喷出就不要再讲了啦 还是要强调一遍啦 你买买的现在我快来啦 我现在要带你买的全新的股票 疯狂大飞喷 有时候要买这支我一定会说你放心啦 反正我都会事先跟你预告 那你要大赚了 你要赶快来 这样好不好 不用客气啦 没人敢买 我要带你买啦 那请问你告诉我 昨天才指数跌七十几点 跌七十五点吧 不是每个人都在恐恶你吗 今天起几点 是怎样外当社列克什么 欸 我从上礼拜跟你分析到现在 一大堆的利空啦 那这是什么利空 我不讲 什么缺电啊 通膨啊 恒大什么 有的没有 对不对 你管这一堆利空 我我只问各位一个问题哦 这个我没有讲过 这个我没有讲过 到现在都没有打破全球市场的金中兆 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什么 这么多利空一直串 金中兆都不会破 代表什么意思 但是 他只要一大涨 上礼拜不是盘中涨 礼拜五不是涨 三百九十四点左右吗 将近四百点吗 有人说起几多了 有没有 有人在说起假的啦 反正大涨你都觉得假的啦 那只要一跌 有没有 来 这一天是不是涨三百二十点 一大涨大家都觉得他假的 然后一跌下去 啊 老师你看假的吧 又大涨四百点 好来 大涨你又觉得他是假的 啊再跌一下 昨天跌七十五点 我还是叫你去买股票 对不对 我知道你不敢买啦 我带你买啦 你看吧 那假的啦 那我一直跟你强调什么 为什么我一直敢买 哎 拜托耶 今天去半中期200点耶 你说这有什么去200点 十月七号涨三百二十点 十月十五号 再一次确认底部 对不对 大涨三百九十三点 有人去下去去多多啊 我说这是开四年啦 这只是零头啦 你去看这个 哎 当天大涨七百九十二点 还有人说去多多 还有涨好多 一天涨七百九十二点 先跑一趟再说 賣了你就后悔了啦 大涨两千八百七十五点 所以当天涨七百九十二点 好像是蓝三的而已 所以你不要觉得涨三百多点很多 三百九十点 你会觉得它涨很多吗 我告诉你 这就是开始 只是你不信而已嘛 没关系啦 我带你买啦 好不好 我一直在跟你讲大跌是好事啦 才能财富重分配啦 跌很好 你要去找标股嘛 不要那么猜疑指数嘛 我问你你每天在看指数 那请问你告诉我 你有做指数吗 那你看指数 你股票就会标吗 那你看指数 你浪费一大缺点 在跟指数 你的股票就有真的标吗 没有嘛 你还不如把时间都浪费在 花在 找真正会标的股票 你还是真的找不到 没关系 我帮你找就好了 对不对 这我就不讲了 来 你会讲说老师 那是因为上礼拜 礼拜五才会涨四百点 跌了那几天全部会吃回来 那是因为今天台北股市涨两百点 你每次都纳市 对不对 我都大跌的时候 我会再大赚了 台北股市一个礼拜暴跌七百六十点 赚到快发疯了吧 我不要跟你讲说 航行在涨的时候 我的股票会不会标啦 台股暴跌我就再大赚了啦 来 有什么关系 哎 李永老师为什么你敢买 为什么你都不担心 哎 他说什么 这是你今天看到的嘛 对不对 台股资金动能 没有问题 no problem 为什么 大盘啊 完全不用靠外资啊 老师外资在卖 管他外资在卖 他有时候卖 有时候买嘛 美股大涨他就会买了啦 来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不用担心 靠外资 因为不是外资主导 是内资主导的嘛 是投信主导的嘛 投信联时买嘛 内资在买嘛 对不对 你说老师赏户都没买 没关系啊 内资买啊 投信买啊 有没有 投信为什么买不停 有什么买不停 来 包含上市贵配息 包含执行固长股 有的没有的 我刚才讲 后面资金真的非常多 你不用担心啊 当这些资金又回头去买股票 你说股票会不会飙 那今天呢 又有人在恐吓你 啊老师 可是通膨真的很严重啊 高通膨 这个一定会延续到明年 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 为什么会有通膨 代表景气在扩张嘛 连 我说你也很知道嘛 今年的GDP 台湾今年的GDP 全世界今年的GDP 都是在上调的嘛 对不对 台湾今年的GDP真的很恐怖 非常好 那请问你又说 我经济这么好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不通膨嘛 对不对 那你要想哦 本来就已经很好的公司 它的成长力就可能会比较有限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考90分 快100分了嘛 所以它的成长空间 可能没那么大 可是你要去想哦 当通膨来的时候 当景气真的非常好的时候 什么会大好 我不要讲说什么原因啦 你光从这个角度去想 你就知道 本来业绩最不好的 他们可能会好了 以前是 大公司有订单 现在是 连不好的公司有订单 所以他们的成长力道 会怎么样 更大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什么代表 低价代表 过去业绩比较不好的 可能未来 转机性会比较强 为什么 因为订单会转到 满到说 连他们都有嘛 对不对 那他们的成长 就不是什么一点点而已 他们成长可能是倍数 所以你要知道主流在哪里 一个叫低价 我不是都高价不会涨 不会涨 高价比较 可能就是比较偏个股 不是所有股都会涨 那 他也比较没有连续性 除了低价之外 再来就是电动车 我也不讲鸿海多厉害 哇 三大三款电动车 你看每天都是 都是这个啦 鸿海电动车 鸿海三巨头秀电动车 鸿海电动车 吹动造型 一直到今天 每天都是他们的新闻 对不对 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整个拌包 阿玉隆江城的MIH 首发的客户 好 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那他会涨吗 昨天大跌他会涨吗 我问你 他会涨吗 他会涨吗 我问你 他会涨吗 我问你 他会涨吗 你就跟买就买这个 那我也不是说这些股票不会涨 这些股票 未来都是有机会的 但是 我再强调一件事情 我只买 真正 会 标的 你不要跟我说 你去这么多年 再去标 我这么买就买 真正会标的 啊什么叫真正会标的 太远了 不要讲啦 老师啊 什么叫真正会标的 福育我也不要讲 老师福育今天差点涨0板 我不要讲涨的 我讲跌的总可以吧 福育我不要讲 福育已经喷出了 对不对 昨天账单我给你讲什么 你觉得他标完了吗 今天是他家掌0板 我不要讲福育啦 我讲新人叠的啦 我没有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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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四次掌0板 老师你跟我说 麻烦导播 不是啦 除了单狗啦 今天我带你买的唯一的一单狗 就是这一支 我就带你买这一支 我只认就买这一支 这样可不可以 我给你分享什么 我就买什么 药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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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带你买药剩 我跟你分享什么 我就带你买什么 那为什么要买 为什么要买 麻烦你看一下 线形一不一样 线形一不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买 有没有 你不要跟我讲说 金语标翻天 还有没有第二档 电动车 会标的电动车 有 电动车下风电 要剩 我就带你买 要剩 欢迎再回到现场 有清楚吗 而且保证你一定买得到 反正我跟你分享的票 你有来你通通都赚得到 那我不喜欢 我一定第一时间就跟你讲 请问你会不会标 还是已经喷出了才告诉你 我说的过票你一定买得到 所以为什么 全市场只有 唯一的一个分析者敢说 跟我买的全部大赚 我跟这样说 我再讲一遍 是怎样我来当这里的客战 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 如果股票不要标 如果股票标不动 能成为你的靠山吗 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不是每天都在设飞标 你不能跟我说买10基 我们来看哪一档会标 然后我们再讲这一档就好 鬼扯蛋嘛对不对 保证一定买得到 我讲完了隔天 要胜掌停板 有没有 你说行情不好 我管理行情好 礼拜四要胜跳空掌停板 有没有 礼拜五再拉掌停 再跳空掌停板 连续三天三次掌停板 当天震荡非常大 甚至还翻黑 老师啊这样到底是结束了吗 我跟你讲什么 我会有没有拿着跟你讲 标三根震荡洗完再标五根 我觉得他们会长得很像 因为都是电动车 而且是全新的电动车 好来 你觉得他喷完了吗 你觉得他喷完了吗 昨天 礼拜一 报告就回来 第四根掌停板 四天日子掌停板 请问你告诉我 你买的股票有这样子标吗 哎呀老师啊 才四天四根掌停板 有什么了不起 那请问你告诉我 我如果每天都跟你讲我之前股票多位标 来 外交标 台股爆跌 既然我的股票标七成 八根掌停板 请问你告诉我 我跟你讲金语有意义吗 请问我跟你讲龙灯 有意义吗 去超级一杯 我现在都不想讲这些股票啦 顶多就是偶尔放一段VCR给你看对不对 我这样连VCR都不想放 拜托 这应当多少你看我这篇你都知道对不对 那讲到龙灯 我不是要跟你讲龙灯我赚多少钱啦 讲到龙灯 来 我出问你的最问题 哎 龙灯飙成这个样子啦 我没有叫你去追啦 你看到龙灯飙成这个样子 那请问你告诉我 我不要讲太远了 我就讲这个礼拜就好 你放完价第一时间要买什么 你第一个要买什么 就是买这支股票啦 龙灯的接班人 我就带你买龙灯的接班人 我说啥我一定做啥啦 我买航特啦 我买航特啦 我买这支啦 这样才叫真的啦 这才叫真的 我先讲我也没有买在最低点啦 别人不要的我要啦 为什么要买这种股票 要快出来 亮出来了 已经突破了 趁他压回来 所以我也没有买在最低点 龙灯的接班人 航特 我就买这支 我不要讲太远啦 老师你那个说龙灯 你那个说金鱼 那都记得多了 对不对 你还没办法说 要连要事也别说啦 好 我买这个啦 我要买这个啦 因为我讲过了嘛 要买真正汇标啦 什么叫真正汇标 什么叫真正汇标 难道 什么叫真正汇标 你看不出来吗 看得出来你不会买吗 有没有 买不买得到 我不要讲当天 我讲隔天啦 给你多少时间 让你买得睡了啦 我不要讲上礼拜哦 我不要讲上上礼拜哦 我不要讲上上礼拜哦 我不要讲上上礼拜 台股爆跌 我们还在大转哦 我讲这个礼拜就好 礼拜一涨零板 今天礼拜二啦 你说我要说什么啦 今天要不要讲你买 有啊 我就买这个啊 为什么 就是去买真正汇标的 是不是这样 不是只有他而已啦 我再讲一档股票啦 那讲这档我会不好意思啦 老师啊 91APP 我好像好几天没讲对不对 你会觉得老师 你这样讲你的意思是你没有赚吗 我先讲啦 所有跟我买91APP的 全部大赚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 很简单啦 我每天都想把它卖掉 因为长太慢啦 老师起来这么慢 但是我还是要忍住啦 因为这个啦 所以他一定会飙啦 所以我等他 我等他喷出我再来卖就好了啦 那请问你告诉我 赚不赚得到 我也不用一张一张翻啦 那时候我怎么告诉你的 也跟龙灯有啊 老师龙灯已经标八成了 我跟你讲 你赶快来买这支 有没有 我也不要一张一张翻 我也不用炫耀 有啊不然你都很清凑耶 有没有喷出 台股暴跌他就在标 台股已经不跌了 他也在标 不好意思 赚的比较少 但是你一定大赚 老师我预告吗 麻烦导播 你什么 我跟你们讲 所以我就买这一档嘛 不是让你买一大堆啦 我说什么就买什么 我跟你分享什么 我就买什么 老师龙灯飙翻天了 再来买这支 你手机里面 家里电话里面 有241任何一码 他就是你的 我买这一支 我为什么买这一支 我们全新锁定的股票 我们全新锁定的股票 为什么要锁定他 看得出来吗 是不是跟龙灯现行 长的一模一样 我就带你买这一支 唯一的 一大 91 APP 欢迎到回到现场 请问你有没有大赚 我是讲真的 从在今天之前 我每一天都想把它卖掉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他长太慢了 但是我会全部都大赚 还好我有忍住 我会改进 我会找更飙的 这样好不好 所有给我买龙灯的 所有给我买金鱼的 所有给我买91 APP的 九个人要剩的 全部大赚 你要的不是这个吗 你要的不是这个吗 我是什么时候跟你预告的 我是什么时候公开的 还是等他喷出了 哎呦老师今天一两百块 一块三百块了 高价股 我前面高价股 就是锁定这一档 我通常我在想 另外我现在 不是说高价股不行 高价股 基本上我就是锁定一档 这样有清测啦 那因为现在的主角是电动车 二来就是低价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哦 哎 通通都喷出了啦 有没有 那你现在怎么办 哦 我不跟你讲 讲太远的啦 91APP算赚最少的 我不好意思讲啦 这个礼拜 也是两天两支掌停板了 掌停板了 啊你接到要买什么 龙灯也喷 龙灯也喷出 龙灯也喷出 龙灯也喷出了 连这支跟龙灯有点关系的 也喷出了 今天也是掌停板了 有没有 我已经讲过了啦 为什么很多人 不是我讲的哦 很多人讲的哦 赚钱真的好简单哦 因为贴到就贪 你真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赚啦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有来啦 啊电话你有打来 通通都有啦 一通电话就让你大赚了 哦那是真的吗 我请你来见证啦 我请你来见证啦 哦 你如果要不贪就贅 你乖快来 好不好 只要有看到节目的 哪怕你是今天第一 第一次看到 看到民宗的节目的 你可能对我很陌生 也没关系 哦 我就是要给你信心了 疯狂大悲喷 啊看名字就知道 会有多会飙的啦 请所有的人一起来见证 老师要怎么见证 重点是见证什么 下一支来见证 下一支准备 喷翻天的超级大标股 他叫做疯狂大飞喷 我跟你讲会喷的股票 几乎全部都喷出啦 而且我都有预告哦 咱们不要说金鱼 多厚噴啦 诶拜托 你说这种行情 台北股市都还没喷出 你的股票早就已经喷出了 这种行情 台北股市都还没喷出 有没有 都还没喷出 这个都已经喷到外太空去了 那还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下一支准备要喷翻天的超级大标股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 好不好 你想要大赚的 你想要翻身的 通通都可以来 都可以来 都要买这支股票 请你大家 请大家一起来做见证 也来帮我做见证 这样可不可以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打电话来 拿这支股票 那我们不限名额啦 你有看到这一幕 你也不用跑到 你也不用跑到7-11 你也不用传真 你来就是告诉你 接下来什么股票要标了 疯狂大赚分 是哪一档股票 想大赚的 真的想大赚的 真的想要翻身的 前面跌太深 有些股票真的套得比较深的 你现在怎么做 你就是换真正会标的 可以让你翻身的 就真的有这么一档股票 想大赚想翻身的 通通都可以来 疯狂大赚分 今天要跟你分享 你有来的通通都有 龙登模式 我问你一些问题啦 我跟你讲的 我跟你讲的龙登 龙登 一倍以上 超过一倍哦 然后龙登飙八成的时候 我跟你推荐这一支股票 他也喷了 今天又涨领板创新高了 台股大跌的时候 他就在涨 台股 涨了 他也在涨 创波段新高 所有人都大赚 有没有 好 龙登的接班人 不好意思 我不要讲太远的 这个礼拜 两天 两支 仗领板 抹标起来啊 接下来买什么 接下来就是买这一支 疯狂大飞喷 龙登模式 下一支 准备 喷分店的 超级 大标股 我请所有的人 都来帮我做见证 我今天送给各位 想要大谈的 今天在电话卡里通 真正送给你 打电话 进广告 SPN 财经台 2022 荣耀回归 就看第四季 888 长虹专案 让您信心十足 一路长虹 长虹专线 028511 3366 028511 3366 顶业头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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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页头顾02-8511-3366 我已经装装了世界三大安全这段功能的微电脑瓦斯奖 第一位请勾勾 跟他在一起最安全的 我在一起 在一起 换表真好 安全没关脑 标普特快车 欢迎在我位置现场 我在想一段影片 你真的想要翻身了 真的想要大赚的 今天一定要来 疯狂大飞喷 今天要跟你分享 今天要送给你 所以我再讲一遍 你有来的通通都赚得到 但是你要来 你要愿意花一块钱打这通电话 如果你连一块钱都不愿意花 如果你连这通电话都不愿意打 那我帮不了你 我不用讲太远了 龙登的接班人 杭特 你都知道龙登的接班人 你为什么不敢买 我不要说太远 我说这一周就好了 放完价第一档股票 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其他我不讲 今天锁住涨停板 续报 你就续报就对了 接下来你跟我买这一支 疯狂大飞喷 请所有的人一起来帮我做见证 你不是见证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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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喷出了吗 对不对 你要这都喷出了吗 那接下来呢 下一支呢 老师会来见证什么 见证下一支准备要喷翻天的 超级大标谷 它叫做 疯狂大飞喷 想大阵想翻身的 通通都可以来 电话播的通 全部都有 这样可不可以 龙登模式哦 龙登 我前面都有跟你讲哦 91APP 龙登接下来他 有没有 龙登的接班人 航特22002支掌听板 接下来龙登模式 下一支准备喷翻天的超级大标谷 今天要送给各位 不限人而迷合 有看的节目 电话赶快播通 只要播的通 直接送给你 打电话 祝贵收收利 我们联系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见面